这是周华健第一次听到周杰伦歌时的表情 一向高傲的高晓松 当听到周董的歌时 直接被震撼到 2019年周董的歌迷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的偶像会被说为过气歌手 于是他的夕阳红粉丝开始操作 你可以说他胖 可以说他只打游戏不出专辑 但绝对不能说他是过气歌手 仅仅两天时间 周杰伦的超话排名 仅次于顶流的昆昆 他的粉丝一边嘲笑 周董是过气歌手 一边疯狂为昆昆打榜 但我们周董的粉丝也不是好惹的 几天后周董也成为了第一个 超话过一的歌手 实力直接碾压昆昆 2010年身价过一的吴宗宪 被曝投资失败破产 并且他的妻子得了癌症 作为周杰伦的恩师 原以为周杰伦会亲力相助 但我们的周董只是淡淡地回复道 这是他的私事和我无关 希望他可以振作起来 此话一出 众人都说周杰伦不懂感恩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2002年吴宗宪陷陷入了债务的魔掌 当时周董专辑大卖 甚至其他公司开出两亿高价挖周董 但周董公开表示 说自己不会离开宗哥 但令周董没想到的是 吴宗宪转头 就将周杰伦连同公司一起卖掉 2002年我卖掉了我的公司 连周杰伦也在打包的行列里面 吴宗宪还讲周董所有歌曲的版权 一并卖给了KTV 在当时那个年代 周董的歌曲无论谁都会哼唱两句 明明对自己的老师如此尊敬 但自己却被像物品一样转手就卖 这令周杰伦深感背叛 周杰伦的事业差点陷入危机 第一次获奖的周董无人问津 所有人的目光都在一位女歌手身上 在事业低谷的周杰伦也遭到了质疑 除了不被care以外 周董还遭到了很多恶意的攻击 木旦应该甩周杰伦几十万条街吧 周杰伦肯定就是垃圾了 你作为一个企业家 你说周杰伦是垃圾 简直他怎么可以跟木旦比呢 这番话语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虽然木旦的诗 在上海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但一个诗人和一个艺人 怎么也不能拿来相提并言 雷军也曾出来表示 自己和陈年只是朋友关系 可谁曾想到几年后的他 2006年全球华语音乐颁奖典礼上 凭借一首歌曲拿下五大奖 周董一战风神火爆全网 网上流传着一句话 夜曲一响上台领奖 周董的歌曲直到今天 依旧堪称经典 但就是这样的传奇人物 却输给了蔡徐坤的一首英文歌曲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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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获得这个奖项 并不是说蔡徐坤徒有虚名 她的这首歌半句中文都没有 一直都在说中文才是巅峰的周董 更是全程黑脸 早在很多年前 蔡徐坤就改变了周董的霍原甲 一首纯粹的中国风的歌曲 却被蔡徐坤改编成了寒流歌曲 就是这样顶流的周董 却在第一次上春晚时被决 2004年周杰伦被导演拒绝上春晚 拒绝的理由也很简单 就是咬字不清 但在众多网友的支持下 周杰伦带着龙拳 登上了春晚的舞台 2003年金曲颁奖典礼上 周董以为自己一定可以获奖 并把外婆带来见证自己的荣耀 但结果却出乎意料 最终空手而归 外婆不仅没有失望 反而鼓励周杰伦 随后周杰伦变创作家 那是站出来抵制寒流的人 2012年前有韩国男团入侵内娱 后有鸟叔江南四道火遍全网 之后他创作出了本草纲目 来对抗寒流 但周董一句新年快乐 却直接让韩国网友炸开了锅 2021年春节当天 周董发文Happy Chinese New Year 庆祝大家新年快乐 但却遭到韩国网友的攻击 他们高傲地表示 说不止中国才有新年 但不服输的周董就开始宣战 从大年初一开始 每天都发相关内容且每条必带 Chinese New Year 可以说周杰伦把爱国 彻底写进了骨子里 但就是这样爱国的人 却被质疑抄袭 2021年周董分享新歌Demo 却被质疑抄袭 韩国男团的Julia 作为原创天花板的周董 根本不屑去抄袭 周董发文表明 这首歌的和弦